在2000年前,经典著作《内经》就提出了五音辽集的观点。 五音对应五行,并与人的五脏和五种情质相连。 百病始于气,始于音。 这是五音辽集的意据,百病开始于生气,病气,终止于声音。 音乐,不一定非得是成旋律的音乐。 大自然中美妙的声音,都是可以疗愈心灵的。 但也要有发现美妙的心,大自然中就有大药。 只是现在我们的心太浮躁,讲开心。